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忘了师父 不用勉强 有些事顺其自然就好了 炎炎伸手主动拥抱了杨逍遥 她的心力从前干净纯洁 可是现在 多了仇恨 对白凤九的杀父之仇 对一族的仇 对这整个天宫不公之仇 人间 白金这几日也又回来 给杨琴儿带了很多吃的 杨琴儿最近心情也很好 琴儿 你尝尝 这是我从青秋和其他地方给你带来的吃的 这么多 谢谢你白真 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那里一年四季桃花盛开 美酒美食什么都有 我可以去吗 当然了 那儿还有我一个好朋友呢 我带你去认识他 白真本想着带杨琴儿去见哲言 顺便让哲言替他瞧瞧 事意能不能治好 可是胡帝突然急躁 白真在回去的时候 已经是一年后了 这一年里 杨琴儿一个人过得很无聊 对不起啊 上次走得急 没能带上你 白真你终于回来了 今天我们可以去玩了吗 嗯 我带你去十里桃林玩 白真带着杨琴儿去了十里桃林 哲言就会儿一个人在看书 听到了白真的声音 从树上轻轻咽了下来 真真 回来了 哲言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新朋友 给你认识一下 是吗 你倒是还交起朋友来了 我看看 白真是一杨琴儿跟哲言打电话 杨琴儿还没来得及说话 哲言确实震撼了 哲言 你怎么会认识琴儿的 你们曾经见过啊 真真 你从哪儿认识他的 这 不合理啊 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懂 我认识他为什么不合理 哲言把白真拉到了一边 给他简洁讲了讲 杨潇尤和杨琴儿的过去 竟然是杨潇尤的妹妹 你确定没有看错吗 哲言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绝对没错 只是 我没记错的话 他多年前就先是了 如今怎么会莫名出现在人界和你在一起 你是说他的身份有问题吗 不是 我只是想不通 谁有这样的本事 能把他给救活 当初他最多剩下一魂半破 能救他的人 怕是修为已经在天宫属一属二了 现在对方敌友难辩 我想既然是救人的人 应该不会是坏人吧 而且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平时就是你们自己太自以为是了 以为自己多厉害 恐怕不是对方厉害 是你们自己还要勤家练习呢 白真故意调侃哲言 哲言也不怒 随着他笑的笑 希望如你所说吧 是朋友就好 若是敌人 就难对付了 只是 哲言万万没想到 这次他口中的高手 却是白凤九 那现在怎么办 杨姑娘既然是杨逍遥的妹妹 我们给她送过去吧 据我所知 最近杨逍遥刚和先帝君的徒弟 炎炎成婚 虽然没有宴请宾客 可我恰好知道了 此时 怕是时机不佳 白真也有些犹豫 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两件事应该不冲突 哲言 现在杨逍遥有了妻子 若是再找回妹妹 这不是双喜临门的好事吗 你怎么说时机不妥呢 我不懂 中间有些奇怪 说不通 哪里说不通 这炎炎姑娘一直喜欢的是帝君 如今帝君先是 她应该是最难过的 可是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 选择和杨逍遥在一起 也有道理 可是毕竟人死不能复生 帝君又是伤得极重 不可能再生还了 也许是她突然想通了呢 珍珍 这件事先不及 你与杨姑娘这几日先住在我这儿 等我想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再做决定 好吧 听你的 晚上吃什么 你明明有屁股之数 为何还天天吵着吃饭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最近在学习人间的规矩 我发觉 还挺有趣的 比我们做神仙好玩些 做人可是要经历生老病死疾苦的 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 转眼又到了炎炎父亲祭日的时候 这天白凤九也来了 可是却不是为了祭拜 而是为了彻底杀死炎炎 炎炎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的伤害了 相信我 谢谢你 逍遥 现在能和你在一起 你不嫌弃我 我已经很感动了 我答应你 不再记恨白凤九 也不会心心念念在想着找她报仇了 杨逍遥心里想着相信凤九绝不会杀人 可是现在不是和炎炎争论的时候 逍遥今天没事 我想回家整理一下 这儿虽然已经没人住了 可毕竟是我爹生前的家 我想进去扫扫 万一将来爹的灵魂路过 还可以进来坐坐 好 都听你的 我帮你 谢谢你 逍遥 杨逍遥没有使用仙术 像普通人一样帮着炎炎打扫屋子 又去镇上买了鱼盒鸡 还有小菜 你休息一下 今天我们都不用仙术 像你小时候那样生活 屋外 白凤九冷眼看着这一切 屋里的人还浑然不觉 逍遥 你还会做饭啊 在天宫习惯了屁股 很久没有下厨了 不知道味道能不能做好 你一定可以的 而且 不管好不好吃 我都会吃完 你去一边休息 一会儿好了 我再叫你 好 我去河边打点水过来洗菜 炎炎抱着水盆出去了 刚走到门外就看见爹的坟墓被掘了 炎炎下的水盆都扔了 怎么了炎炎 逍遥 有人要害爹 杨逍遥安抚了一下 炎炎就跑去了坟前 坟墓被弄得一片狼藉 地上 竟然放着当年杨逍遥送给白凤九的那块玉佩 杨逍遥想藏起来 被炎炎抢先一步看见了 又是白凤九 他为什么这么狠 杀了我爹还要挖了他的坟 炎儿你冷静一点 这件事一定有诈 你又想替白凤九辩解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凤九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他不会杀你爹更加不会来多此一举的挖了坟墓 够了 杨逍遥 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是爱白凤九的 只是因为我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才让你迷失了 不清楚自己的心了 一直以来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你都义无反过的相信白凤九 可是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亲眼看见我爹死在我面前 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傻子还被玷污 那都是拜拜凤九所赐 都是他苦苦想逼 当我离开太成功 炎炎有些失控 杨逍遥心疼地看着他 他看上去是那样的孤独无助 可是 他同样相信 凤九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炎儿 对不起 你别难过了 我不是要维护凤九 而是我了解他 他不是这样残忍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 是谁扮作他的样子来伤害你 谁会那么无聊 怎么可能有那样的人 我不过是个普通凡人 谁会费尽心思设计白凤九陷害我 是啊 杨逍遥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通 他停下了思绪去整理炎炎父亲的坟 又重新给他搭建好了坟墓 炎炎这才稍微冷静一些 之后 杨逍遥明察暗访了很久 也仍然找不到真正的凶手 如此一来 即便是全世界都相信凤九 他也被定了黑锅了 千儿消失后 洛洛去了弱水河畔修炼 同时的陪伴秦仓 为他抓凡人以供他吸食精气 早日破终而出 义军 今日可还需要凡人 要越多越好 吸食越多的精气 我就能越快出来 洛洛 你放心 将来我出来了 马上就会一统六界 那个时候 你就是本王的王后 是 多谢义军 洛洛不求王后 只求成为义军所爱的女人 义军 洛洛已经再一次变换成白凤九的模样 去激怒了炎炎 相信很快他就会有所作为的 这个女人 会成为我们很好的妻子 他也一定想不到 当初杀了他爹的 也是我假扮的白凤九 干得漂亮洛洛 你不愧是我的女人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